2013年出道的防弹少年团已经开始讨论核痛续约问题,最近韩团很多组合都面临在续约问题,很多无法重组的遗憾,让粉丝也表示可惜,想想出道已经五年的防弹也要面临续约问题了。 大哥金硕珍表示,已经开始和公司成员聊天,相信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传出,在26日举行的L-O-B-Y-O-U-R-S-E-L-F记者肯谈会上,防弹少年团成员除了介绍了新专辑演唱会的新舞台,视频的新目标和感想和对阿米的感谢外,还被问及关于续约的问题,真真让大家等好消息哦。 另外,8月25,26两天,期盼已久的B-T-S-L-O-B-Y-O-U-R-S-E-L-F群回演唱会,也在首尔完美举办了,连老天都偏坦的少年,没有受到下雨影响,圆满的启动了视频第一站,现场的阿米还给9月一日生日的救国宝宝提前庆祝不了。 不得不说这彩虹般的炸弹灯应远真的超级好看的,对于防弹续约,杰选了一些网友热评,肯定续约的阿太太说彩虹有七种颜色,防弹有七个成员,其实追防弹之前也关注过其他团,对比下来大黑真的对防弹是好的了,让他们创作自己想做自己的事情,从策划故事构思,每次活动颁奖礼活动的官方范派,幕后花絮自制综艺从不缺席, 大黑的用心程度真的可见,话重点是好消息,相信防弹应该是签了七年的,只不过要提前讨论,这样子好制定今后的计划,毕竟像LY这个系列大黑,不也是两年前就开始准备的吗?现在的南韩绝对绝对,我可以发誓没有比大黑更适合他们的公司,那不说大黑公关做得好,套路设得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